我們要來做一個很簡單的 就像這樣子 可以開門 一個很簡單可以開門的小動畫 其實它就只是旋轉而已 那各位有做吧 記得不是中間的旋轉門 是要開某一邊 那我來做一下 可能各位都太久用線了 先做一個牆壁 那你要開一個洞在這個上面 如果是我的話 你可以再畫一個 這樣畫一個 選某一個先把它轉成Sprite attach另外一個進來 先把它裁掉 但是在Sprite裡面的Sprite 你必須要到Sprite裡面的Sprite 才可以有train這個功能 所以就可以裁掉 裁掉之後你必須回到點裡面 你把所有的點 通通按右鍵融起來 因為其實你裁掉之後 這裡並沒有黏在一起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把點 按右鍵融起來 這樣才融起來 融起來之後才可以 去加以觸嘛 然後看你要多厚 是吧 這樣就可以了嘛 那好了之後 如果要做那個門 我會懶得重畫 我通常都是會用detach的比較快 我可以跟他講說 好來 這三邊 我去detach copy出來 複製分離出來一份 然後呢 去選到那條線 這個線 這個線 摸字型而已 它是下面掃一段 好 那也不用畫了 因為 在Sprite裡面的Sprite 有個功能 就叫close 就封起來了 封起來之後 就直接一出了 是就有門了 對吧 好 那門 你可能沒這麼厚 比較薄一點點 好 假設我在中間 其實應該有門框 這邊我就懶得做門框 好 再來就讓它旋轉 我要去錄旋轉的動畫 可是你不能直接這樣轉 你直接這樣轉 就旋轉門了 對不對 我必須 可能好 假設我要靠左邊轉 從這邊這樣轉 那 我是不是要把軸心拿去 最左邊去 啊 這個是之前都教了 好 所以 為什麼我們在之前 要花那麼多時間 教你們好像 一直永遠都用不到的工具 對不對 因為 之後都會用到 好 那 我要把軸心移到最左邊去 所以 我可以到 階層面板 打開直重 用到軸心 然後呢 把它對齊到自己 來源是 軸心 我要 X軸的最左邊 最左邊是最小 對不對 所以 最小的 X軸 是最左邊去 對吧 高低其實已經不重要 因為我只是要這樣轉 而已 我沒有要上下翻轉 所以我只對到自己最左邊 套用OK 關起來 然後來試試看 欸 有沒有 已經可以移到這裡轉了 雖然這裡有問題 有沒有看到 他其實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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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你如果不想要這樣穿幫的話 其實你可以讓 你可以把軸心 移到 這裡 好 打開直重到軸心 來 好 這時候放這裡 這裡就不會穿幫 算了算了 我還是要推一點點 這樣就好了 等一下我不要轉太多就好 因為我沒有做門框 因為正常它是應該有個腳 在那 那個門框之後有個門 翻牆而過 對啊 好 那 總之我前 前面的動作做完之後 我就可以打開軸心 然後呢 例如說我到這邊 然後我跟他講說 這樣旋轉 那是不是 這樣就錄完了 對吧 啊關起來 所以這就是一個 很簡單可以開門的一個動畫 那我如果想讓他開快一點 你就把他時間拉短一點就好啦 所以就開快一點 對吧 這是其實非常非常簡單的事情 這是一個最簡單開門的動畫